您是安,我是安 最近这几期视频发布之后呢 后台有人私信问我说 袁大夫,为什么《甄嬛传》都播了十几年了 你还能盘出新的东西 嗯,这个问题听起来特别顺耳 按理说我应该谦虚地讲 哦,没有,没有,您过奖了 但是 如果说大多数观众看《甄嬛传》就像跟团游一样 是跟着《甄嬛》这个导游走 那我就属于自由行 一会儿跟着安玲戎 一会儿跟着叶兰一 一会儿跟着四大爷 尤其是四大爷 四大爷视角下看《甄嬛传》有很多主线之外的阴暗细节 就比如今天我们要重温的皇上和皇后的坦白举 其实情节大家都很了解了 皇后害纯元害皇司的事暴露 皇上龙岩震怒 死活要废了这个毒妇 正写着废后诏书呢 太后跟前的孙姑姑赶来 拿出了太后临死前的遗诏 乌拉那拉是不得废后 之后又搬出纯元叫皇上善待遗修的遗嘱 最后皇上没有废后 这段情节看似很合理 其实有很多的疑点 一个呢 要说皇上不废后 是因为老娘说乌拉那拉是不得废后 可孙姑姑读完太后遗诏 皇上压根就没打算听老娘的话 不能不废了 一位纯元在九泉之灵 还望在九泉之下的皇额娘能够息怒 再一个呢 要说皇上不废后是看纯元的面子 可纯元说的是善待遗秀 皇上又是没收宝册 没收宝瓶 又是永世禁足景人公 这是善待 这是判了无期徒刑 而且剥夺功斗权利终身 还有一点啊 孙姑姑是曹操附体了吗 来的也太及时了吧 好像在前清宫 装了24小时监控一样 当你站在皇上的视角 来看这段戏啊 以上疑点 其实都会有解答 剧情也会被颠覆 尽管剧情只有五分钟 但皇上和太后拉锯了 至少三个回合 你没有看错 我说的是太后 不是皇后 上一届宫斗冠军 真的很不简单 即便是死了 还能在阴间 发起功斗 要讲清楚这对塑料母子的阴阳battle 我们得从一本书和一个道具说起 先来说书 这期视频的灵感 是我最近看了一本很有意思的小书 叫半小时漫画故宫 里面讲了一个故事 也是大局不废后的历史原型 这就是乾隆不废后事件 乾隆也就是《正欢传》里的四旦 看过如意传的都知道 他深爱着孝贤皇后傅察氏 可傅察氏呢 由于两个孩子接连夭折 郁郁而终 乾隆悲痛欲绝 在王妻的悲痛中不能自拔 简直有些大局对纯远的深情在身上 那你也一定想到这种深情一定是装的 替补上位的新任皇后呢 就是那拉氏 也就是《甄嬛传》里的歪头美女清英 乾隆对那拉氏很是宠爱 又是给那拉氏抬起义 又是天天翻那拉氏的牌子 当皇后之前那拉氏是一个孩子都没有 但当皇后之后那拉氏一口气生了两子一女 外人看那拉氏人生赢家母一天下 但只有那拉氏知道他跟乾隆过的有多苦 终于在一次跟乾隆南巡的路上 那拉氏爆发了 他剪断了自己的头发 按照满洲封锁 只有丈夫死了 妻子才能断发 皇后断发等于在咒皇帝乾隆死 乾隆气的直接把那拉氏打包 快递回了北京 但是乾隆没有废后 他收回了丰厚的宝刺 把那拉氏禁足在一昆宫 死生不复相见 是不是跟大局熟悉的配方 熟悉的味道 那为什么这爷俩不废后呢 因为皇后不是一个人 它是一种制度 这就要说到那个解锁心理剧情的道具 孙姑姑来的时候 皇上原本在写废后诏书 听有太后的遗诏 放下笔过来 并且注意哦 拿上了念珠 后面阻止孙姑姑读一诏时 皇上是一边深吸气 一边抖念珠 试验皇上的陈建明老师就说过 念珠是他的表演道具 由于帝王喜怒不形于色 很多情绪都是用念珠来表现的 比如深呼吸抖念珠 显然就是皇上在压制怒气 这种感觉 如果你看得够细啊 你应该会想到在第一集选秀之前 皇上和太后battle的时候 念珠也频频出现 关于第一集的battle 我前面母慈子孝有专门的拆解 有兴趣的可以去看那些视频 为什么皇上老在太后面前秀念珠呢 因为这念珠是华马给的 这个情节呢 其实是沿用了雍正王朝的情节 康熙死之前给了雍正念珠 叮嘱他要清醒克制 不要让别人看到帝王的情绪 不过正式里是没有这段记载的 在平时念珠就是帝王的修养 但在太后面前 念珠还附带了一句话 皇阿玛他是天子啊 和龙克多有私情的老妈来找你说话 你天天把自己老爹的念珠拿着 你这不是恶心太后吗 恶心太后之外 也是和太后battle的提示性道具 那前面我就抛出了一个问题 孙姑姑怎么能来得这么及时 那一定猜得出来 有人通风报信了吗 谁呢 你说简秋 简秋姑姑这时候已经下线了 报信的呀 还是辣个男人 苏培圣 皇上写废后诏书时 苏菲脸上的表情就是暗示 那苏菲为什么又双弱灼 通风报信了呢 明明太后都死了呀 废后啊 不是简单的不爱了 它是一个政治事件 就像半小时漫画故宫里提到的 皇后不是一个人 它是一种制度 在后宫里呢 皇后是轴心 第一管请安 日常带妃嫔给太后请安 这是道德表率 第二呢 管请教 日常管理妃嫔 这是行政管理 第三管请吃请喝等礼仪活动 比如清残礼上带着妃嫔们 祭拜残神罗祖 采桑也未散 尽管这是一个cosplay 但这也是国家的意识形态 康熙就明确说过 皇后不得轻易被废 这关系到后宫的维稳 苏妃报信 孙姑姑拿遗诏 就是太后和皇上的第一轮battle 不用拿出遗诏 就已经是提示皇上 皇后是维稳的 不能废 但皇上不管啊 他直接要孙姑姑 你别说话了 接着呢 太后和皇上进入了第二轮battle 太后拿老娘的身份 压皇上 满清呢 是以孝治天下的 听妈妈的花 在我们这个时代是一首歌 但在满清呢 是政治正确 太后遗诏就是用孝架住皇上 哎 你要是废后 就是不孝顺 就不让她废后嘛 但皇上还是不管 直接说 皇额娘九泉之下能体谅我 这等于就是耍赖了 要不说太后是宫斗冠军呢 对于儿子的预判 她早就有了预判 所以孙姑姑就说 太后临终前说过 若皇上执意废后 让奴婢问一问皇上 纯元皇后在临死前 扶在皇上膝上说的话 皇上还记得吗 皇上和太后的第三轮battle 就是这个乌拉纳拉市 口口声声称乌拉纳拉市 可是 纯元皇后何尝不是乌拉纳拉市 太后何尝不是乌拉纳拉市的亲眷 连皇上身上也流着乌拉纳拉市的血 太后一命 乌拉纳拉市不可废后 你可能觉得这句话的重点是 纯元也是乌拉纳拉市 太后是在利用皇上对纯元的爱 但皇上真的爱纯元吗 这句话真正的重点是 皇上你身上也流着乌拉纳拉市的血 太后和皇上母慈子孝的对话 姐妹们是了解的 说的话就没有过是自念意思的 都得经过忠义忠才能够理解 皇上身上流着乌拉纳拉市的血 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 你大局能当皇帝 就是靠着我们乌拉纳拉乌亚市 你也是乌拉纳拉市 这是权力话语 第一轮battle 废后是制度 第二轮battle 废后是意识形态 第三轮battle 废后就是权力了 太后实际在提醒 或者说警告儿子的是 你废了乌拉纳拉市 把乌拉纳拉市搞臭 也是否定你自己皇位的合法性 并且你会知道一支坚定的 并且知道你底细的政治反对派 无视集团 皇上这一下拎亲了 他起身的时候 连个儿臣听黄鹅娘的都没有说 连个正知道了都没有说 就是沉默起身 转身背对 这是无奈 他想废后 但他废不了 历史中乾隆没有废后 也是这三方面的压力 第一太后扭呼噜士 对纳拉市的庇护 这是孝道的意识形态 第二 御使对废后动议的反对 说什么 皇后无大过 废处乱后宫 这是维稳的后宫制度 第三 满洲八旗内部 纳拉集团 对纳拉市的维护 这是阵营的权力背书 皇后是父权制的高级零件 不是想换就能换的 不过乾隆阴得很 虽然没有废后 但他用了一些薛定谔的力量 皇后纳拉市 隔年就病死了 唉 最无情是帝王家呀 仅仅是一个废后 在整部甄嬛传里 是非常不起眼的情节了 没多少人会注意到 但编剧王小平老师 还是为此做了大量的历史考证 并且还能把真实历史的逻辑 融入虚构的剧情之中 这真的是非常厉害 这也是甄嬛传能盘那么久的原因 尽管是细说 但剧组真的是按历史在拍 所以啊 像半小时漫画故宫 这样故宫大佬坐镇的趣味科普书 还能作为甄嬛传的参考资料呢 我也是看了这本书才知道 皇后第一次跟华妃Battle 拿的那个如意啊 是只有皇后才能用 还有皇后刺锋里 除了宝瓶宝刺 还有一个很搞笑的细节 门口跨马鞍 鞍下呢 放苹果 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是 跨过这平安 一生保平安 皇上皇后也这么爱玩谐音梗 那最后我也来玩一个谐音梗 多看元日安 日日保平安 阿弥陀佛 如果喜欢这期视频 如果觉得元日安做的还不错的话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那下一期 元大夫再来请平安卖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